阿德 背给他们听听 怎么 自己写的文章难道不会背吗 陛下农见 阿敏来是个孩子 一时之间受到如此的围攻 他心智失常也在情理之中啊 阿德 你过来 这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水里煮过 牛里煎过的 一个人的精力太多 你就不容易说实话 你和他们不一样 朕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公主嫁给你 为什么 是因为朕相信你 你看着朕 阿德 朕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 不会欺骗朕 朕 说实话 孩子 不管怎么样 朕先恕你无罪 朕皇上 朕皇上 这份卷子 的确不是孩儿所写的 皇上 阿德他终究是个孩子 你看被他们吓成什么样子了 都 都吓疯了 吓得不知所云了 你给我闭嘴 孩子所写的 并有一篇 这就行 一场科举 竟会出现了三份署名 风神一德的卷子 那份嘛 柳中和写的 何大人说是诬陷 可这一份 确实是出自您 何公子之手啊 禀术大人 这是晚辈 后朝了 好了 不走了 回行园 翻阅所有的卷子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弄一个水落石出 刚才风神一德背诵的文章 与这份卷子一字不差 你们听清了没有啊 还有谁有疑问吗 王杰 臣没有疑问 就这份答卷而言 朕将它点为状怨 过不过分呢 陛下 这份答卷 以陛下 此前欣赏的那份相比 虽然多了几分智论 可少了几分事故 赤子之心 鉴于言表 龙门遮跪 当之无愧 皇上 皇上 和珅 你听见了吗 都才听见了 多谢朱大人 和珅啊 你是聪明反辈聪明物啊 黄杰 可偿舞弊 改当何罪 封身殷德 不予追究 和珅 陛下 是 如果您要判斩立决 那陛下应该沐浴寻香 这是祖上的规矩啊 朕既没有沐浴也没有寻香 怎么了 就不能杀人了 杀的 能杀呀 陛下 那您判斩监后 奴才斗胆请皇上 这就去沐浴更衣 怎么 你想自寻死路 皇上 奴才暗自心切 一时糊涂 犯了欺君大罪 即便陛下宽恕奴才 奴才有何颜面苟活于世 这样活着生不如死 望皇上 念奴才多念来兢兢业业的份上 给奴才一个痛苦 那好 和珅 你犯的是死罪 罪在不赦 朕 念你一时糊涂 容你一步 你就自己选个死法吧 请皇上 给奴才施意 车裂之意 陛下 当断不断 势必危及江山社稷 若杀和珅 能是那些作奸犯科之人 望而生畏 临缘止步 那和珅也算 死得切磋 你死前还有什么汉事 你说出来 朕在你死前 一定给你入院 受奴才执言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 皇上虽然贵为天子 也难以让奴才入院 怎么 天底下还有朕办不到的事情 你说出来 奴才唯一的遗憾 就是不能再为皇上效命 除此之外 别无遗憾 好 好了 漂亮话就不要说了 你还有什么未了之事啊 奴才 想为皇上再抬一次饺子 奴才人之将死 那就实话实说了 皇上 这些年来 奴才不知为皇上 得罪了多少人 这些人 怀恨奴才 背后辱骂奴才 奴才的祖宗八代 不知道被他们 翻过多少回了 可不管他们如何克赌 只有一句话 最让奴才怒获衷心 这句话就是 何神算什么东西 不就是一个抬轿子的吗 奴才恨你 奴才觉得丢人 所以才不择手段 想让儿子有个名分 现在奴才要死了 突然之间 想通了 是 奴才是个抬轿子 可奴才抬的是谁啊 是皇上您哪 还有什么 能比把大清江山抬在自己的肩膀上 更让奴才骄傲啊 是皇上 奴才想过 想过 皇上 奴才最后有个请求 奴才死了之后 只求皇上 在奴才的墓碑上 写上这样几个字 皇上 教父和神俱目 皇上 这么多年了 奴才抬轿子的功夫 肯定是荒悔了不少 但奴才还是最后有个请求 皇上 皇上 让奴才最后再抬您一次吧 好吧 怎么着 川老弟 你 你 心灵刀 还憋着我 真不明白 吴大人今天为何替和珅讲呢 你 还真以为 皇上 能离开和珅呢 皇上跟和珅 他们默契到 已经是出神物化了 皇上 为国 为民 操劳了一生啊 能够 懂得他的 了解他心思的 就这么一个和珅 你 能忍心 让皇上 亲手 把和珅给断送了 把和珅给断送了 就算啊 皇上圣动之下 把和珅给杀了 你当这就完了 日后啊 这皇上气消了 气平了 又想找和珅 咱们上哪儿 给他找一个 这么了解他心思的和珅呢 杀了 皇上一旦后悔了 他不痛快了 老弟啊 您琢磨琢磨 皇上已不痛快 满超 好 文武百官 天下百姓 能痛快吗 皇上 皇上 请上轿 皇上 请吧 皇上 请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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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不是庄的吧 皇上 我说 都要饶人处且饶人吧 和珅 你老了 抬不动了 你 到后面歇息去吧 不 皇上 让奴才在这里一回 抬您一程吧 就算你还能够再抬得起来 也走不了几步啊 只怕到不了京城 你就一命呜呼了 那奴才才真是死得其所 你死得其所了 百姓怎么看朕哪 皇上 王洁 你找朕 不是为了和珅求情吧 皇上 皇上 臣想过了 何大人虽然一时糊涂 但爱子之心人皆有之 并非罪无可赦啊 天下众生 谁无子女 都像他这样 还有王法吗 皇上也看到了 何大人已经受到了惩戒 君无戏言 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说杀就杀 说放就放 和珅 你说呢 皇上 奴才 绝不敢在万岁爷面前作家 看来奴才真的是抬不动了 皇上 如果你老人家能给奴才一线生计 奴才一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你们说呢 肯等愿为何大人担保 和珅 稻草缠阳 富豹子 和珅 朕刚才说的对子 你可听见了 稻草缠阳 富豹子 皇上说得好啊 这正是都在犯罪心里谢召啊 朕给你一天的时间 对上了 朕可以法外开恩 若对不上 那就是天意要王力 自己斟酌吧 多谢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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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草缠阳 包子 稻草缠阳 富豹子 稻草缠阳 富豹子 稻草缠阳 富豹子 哎呀 稻草缠阳 富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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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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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啊 你可不想出夏莲来 富豹子 海儿惭愧啊 何大人 京城有人来看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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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老爷 我在京城 听说老爷出事了 就连夜赶过来了 一路上光马呀 就跑死了两批 家里怎么样 大难当头 富人从佛堂走出来 撑起了一家的大小事情 这正好这正好啊 何大人 有话快说 小人要担干戏了 老爷 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呀 不能总想着打对子 这次 这次皇上对我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何时我 这回跌倒就跌倒在这 富豹子上啊 老爷 你怎么忘了 咱们好歹也是 皇上的儿女亲家 我去想想办法 那你进去吧 来 拿着 好 好 皇上有纸巾完谁也不见 王大人 哎呦公主 哎呦公主 这这这日怎么回事公主 请王大人救我公主 公主有话请起来说 这岂不折杀我王杰了 王大人若是不云 我就传跪不起 公主啊 还是起来吧 我跟王大人这正在商议此事 快帮我将公主扶起来 王大人 公主啊 这可是真心求您 您若是客套的话 那可就是您的不是了 王大人 我何家一家三代命在担心 别说给您跪上一跪 纵然给您牵马坠灯 我也在所不惜啊 一家三代 您这话什么意思 不敢瞒朱大人 公主已经有了身孕了 那快快请起 想必公主听说了 皇上已经对何大人网开一面了 只要何大人 能够对出皇上出的对子 我想皇上肯定会饶何大人不死的 可是 我问过很多人了 他们的学问也不小 可他们都说 我父皇出的分明就是绝对啊 绝对 绝对 那也看是对谁而言啊 如果是对朱大人这样的大学问家 那还有什么绝对啊是不是 连太子啊都被朱大人为师呢 朱大人救我啊 哎哟公主啊 请请请请公主 哎我呀也是伴伴而言 天下万物相辅相成 有上有下有阴有阳 那那我就拜托你了就拜托你了 公主啊 皇上出的对子 我也对不上来 公主啊 你呀明天准备一样礼物 送给你的父王 这件事情啊就会有转机了 礼物啊 什么礼物啊 朱大人 就算是您给我出了主意 这荒郊野地的 我到哪儿去找啊 公主容易得很 别着急啊 你明天呢 就准备一个竹篓 里面放上竹笋 送给你的父王就行了 祈禀皇上 山东道 山西道 各为监考官员中 有寻思舞弊者查实 均已压荡 若是朕没有三令无身 那朕还可以交刑部一律定罪 可你们这是唯祸可举啊 等于是端送我大清的香火 毁我大清的龙脉 毁我大清的鸡石 朕岂能饶住你们 都退出去斩力决 押下去斩上 河山 朕给你的最后机会 你利用的怎么样了 稻草缠阳赴豹子 稻草缠阳赴豹子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现象是来不及的 父皇 父皇 你来干什么 你要是给你的公公说情 现在就给我退出去 女儿绝迹不敢 女儿来 是因为女儿亲手挖了一些野菜 想来送给父皇 以拜父皇心头之火 何大人 你连这猪楼里的猪笋 你都不认识了 皇上 皇上 奴才想起来了 奴才能对上下联了 好 说给朕听听 这下联是 竹篓悲笋 母怀儿 朱大人 臣在 他对的还工整吗 皇上 如果说稻草是殃苗之父 那竹子何尝不是仙笋之母呢 朕给你的上联 那是有很深的意义的 你知道吗 奴才知道 皇上 这是讥讽奴才心里 只有自己的儿子 那你这下联有何含义啊 挥笔皇上 何大人是给皇上报喜来了 朕都快气死了 皇上 喜从何来啊 皇上啊 公主啊已经身怀路甲了 眼瞅着 您就当外公了皇上 慢 是 王姐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何大人虽然对上了皇上的上联 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饶 那依你的意思 何身该如何处置 应当流放 那好 朕再问你 知情不举 是 宝藏祸心者 又该如何处置啊 与主犯同罪 何身 朕问你 该当流放何处 是关外 还是西域啊 回皇上 奴才以为还是去西域为好 你心眼倒不错 皇上 奴才知道 王大人有腰腿疼的毛病 如果去那苦寒之地 恐怕他支撑不住 何身 你这是什么话 皇上处置的是你 哼 王姐 你以为你就一身干净吗 朕问你 你这次来直立 显然是由备而来 朕当初是怎么指使你的 让你监督天下各道考场 而你却只对直立一地上心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官报私仇 想与和珅过不去 这是科举大事 难道这是你们两个人 争风斗气的场所吗 你呀 有负真意呀 疏于职守 以致各道舞弊之风盛行 事为不忠啊 此七夜 严看同僚犯罪 世间不作规券 事后落井下石 事为不义呀 此七二也 对你这不忠不义之徒 让你去西域 你还委屈吗 好了 你们两个 我已经收拾一下 也不用见真了 这就细城去西域吧 奉神殷德 你虽然也该治罪 可作奸犯科的是你父亲 父为子刚 你身受裹挟 朕就饶了你这次了 阿德还不谢过皇恩 奴才谢住龙恩 谢你该谢的人吧 这次家里出现这么多变故 好 你呢 出乱不敬 把局面给维持住 不由大将风多啊 来 为父诚心诚意地敬你一杯 做起步感 只求老阿德 平安就好 荣华父母 如过眼淤泥 倒是家庭和睦 亲亲尝与 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老爷此此息息 山高水雨 风凡霜了 那为妻 怎么能放心得下 夫人你放心 我长儿屋这次 就是水里火里 风里雨里 要跟老爷一起走 行了行了 别给我添乱了 你也不想想 你走了这么大个家 谁管呢 夫人又不善理财 这一大笔账交给谁去 过多以后 夫人还处理家账 你呢 协助夫人当个理财的好帮手 千万不要让那不三不四的小人 把咱们夫人给蒙了 说一千道一万 这家产才是我和睁安身立命的根基呀 神圣上法外事 是给我们何家一个机会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要是皇上对咱们何家 真可谓恩重荣山 那话又说回来了 好 好了人家 也舍不得离开我和睁 别这么愁眉不展 哭哭啼啼的 我伯伯就到西边走一走 多则三年五年 少则一年半载 我就回来了 我这不就是放言不下吗 都说西出阳关无故人 老爷身边 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 这个怎么幸恩啊老爷 好了好了好了 我只身取西欲更清静 你们是受不了那份苦的 行 也有 我这一走 这家就全交给你 和成二姑了 老爷放心 家中有二姑 没有她办不了的事 有些跑腿的活 我会照顾刘全的 刘全 奴才在 记住吧 往后 要多听夫人 如果有什么差池的话 我可饶不了你 老爷请放心 这些人都在中心吧 常儿姑啊 这次 就在我家要身受益处之时 是你救的我 我会记住的 老爷啊 你是不知道 这些日子 这些东西 千切是不离身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到底是什么呀 孔雀丹 喝嘴酒 参在一起 独性天下第一 八补断肠 我当时就想啊 若是 这次救不出老爷来 我就跟老爷一起走了 免得老爷 往爷路上 幸福无人哪 二姑 这 这何至于此呢 大难大头 我查二姑何惧一死啊 行了行了行了 老爷说这不信 见钱这就 你干什么 拿过来 刘春 把这个老狮子 扔得圆圆的 是 我还不是心动老爷啊 千里飘飘的 我身边连个人心动都没有 我也不受了老爷 我跟你一块儿搓 干什么这是 是 臣不知圣上大驾光临 有幸运你们 行了 醒了 起来吧 坐在那儿吃你的喝你的吧 怎么还有两副碗筷啊 是不是给朕准备的 习惯了 给欣赏人的 想不到啊 黄洁还是个真情男儿啊 那告诉朕 这个人是谁啊 夫人居先 还有一夫呢 清莲 来 来 你就不能绕个弯 让朕猜一猜 圣上日理万机 这种小事何须老险 是谁啊 今天清莲是来不了了 朕给他派了差 王姐啊 你就不能让让朕 朕给朕给朕送行的 臣实在不敢当 我还是独卓为好 靠你个王姐 朕发配你啊 是一点都不圆 你就不怕朕 治你个不敬之罪 那可是要砍头的 皇上要砍碎臣的头 臣有一百个头也没有了 但臣知道 皇上是明君 这可真是人善有人妾 朕是明君 你就吃定朕了 就可以蹬鼻子上脸了 就可以直言不讳 不拒君臣礼数了 臣不敢 臣怎敢佛了皇上的美意 三干五常臣牢记在心 有的 皇上驾到 臣朱归见驾 我 免礼 谢皇上 臣冒昧的畏惧 您的手遇 交给王姐了吧 臣本想交给他 可这次啊 实在太气人了 就扣下位给 这个王姐啊 还是那么生疏不分 生气凌人啊 臣冒昧的畏惧 一阵看哪 查案的事啊 倒是次要的了 主要的是要杀一杀他的锐气 说句话啊 心里难受 没话 有什么可难受的 告诉你 此去敌化 也是一次发财的好机会 别看几千里的眼 这一千里啊 能顶一万两银子 我合身这双脚 是那么好劳动的 这一路啊 一步 我要踩出一个金元堡来 行了 这人都给发配了 还不说这些 要不怎么说 宰相肚子里能乘船呢 我可是小毒鸡肠 我呀 一日都舍不得老爷 你以为我舍得了你吗 在我合身的心中啊 你是红颜知己 要是女中豪杰 老爷 是不是在取笑我呢 我连句话都不能说了 人家 要是有什么没做到的 你指出来就是了 这都最后一宿了 还这么夹枪待棒呢 说句正经话啊 好 你说在京城 这些来钱的买卖当中 还有什么是我们何家没有开发的呀 要说呢 就剩了玉石珠宝买卖了 那京城要哪几家玉石铺作用苗 两家呀 李季一家 元季一家 看没有你不知道的事 是 要说咱们大清啊 虽然说江域广阔 但是上号的玉石产地呀 只有两处 一是滇满 二是和田 李居意识铺呢 那是当年李世遥 当云贵总督的时候大些的底子 所以现在买卖怎么哄哄 至于元家嘛 他的后台老板 就是现任嫡化都统元春卿 李世遥呢 在皇上心中的地位不浅 我犯不着招惹他 至于元春卿嘛 这回我去的就是他的地盘 我别要碰碰这条低头蛇 老爷 咱俩可又想到一块去了 师父 你呀 你别碰我这儿啊 后边又痒痒了 对对对 这儿 吃我这二姑娘爷 使劲 闹使劲 舒服的吧 对对对 好 好 她又往下穿了 往下 再往下一点使劲 这儿啊 这儿 再往走这儿 走走走走 这儿 对对对 再往右一点点 还知道自己哪儿痒痒去 你怎么一拿我浑身都痒痒 我看啊 老爷就是心里痒痒 老爷 我不在你身边 你可连个抓痒痒的人都没了 哎呀 别说着那么气气惨惨的 我这回去迪化 绝不是遭罪去了 实话告诉你 我领的是黄命 办的是黄柴 你干嘛呀你 吓唬我呢 你是不是哪痒痒了 嗯 我来给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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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 阿德 你别忘了 父亲收着千里流离颠沛之苦 你母亲真的没来啊 母亲让我带她送别父亲 父亲一路尊重 这些东西 母亲让孩儿教了 什么意思啊 是让为父从此闭口不语吗 不是的 母亲把父亲不停封杀太大 昨夜连夜逢救 所以还是请父亲待在身边 我带着 我带着 你带着 我带着 你带着 我带着 你带着 我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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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去流放 又不是做新郎 你 你弄得这么光鲜的心头干什么呀 那 我要穿着这样的衣服 只能让一些恨我的人更加生气 就这行了 是你 夫人 谢谢 你的耳朵聋啊 没听点什么呀 父皇 这是百姓在张登接采 明放鞭炮啊 父皇 你可知百姓为何庆贺吗 为什么 那是因为和珅 造父皇驱逐出京啊 笑话 你如何知道老百姓张登结采 就是为了和珅之事啊 父皇 如果不是为了此事 那为什么老百姓 早不清赫晚不清赫 偏偏要选和珅流放之日清赫呢 被流放的不止和珅一人嘛 王节也在其中啊 你把朕叫出来 你把朕听到你这个想当然的推论吗 真是荒唐 父皇 看来啊 很多事情啊 你还是不明白 千田太为 麟不宽审 为患不均呢 你 你还是回去 请教一下你的朱归老师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大人 来到我敌话 那是袁某三生有幸 承蒙皇上看得起下官 将各位大人交给我看管 我袁某人既然拿的是皇上的俸禄 也只能为皇上世尊了 袁大人 我们现在都是戴罪之人 你呢 就是我们的父母官 说话不用这么绕来绕去的 请直说吧 这位大人满脸的福相 气度非凡 还挺了一个能撑船的肚子 那一定是何相爷了 久仰啊 久仰 袁大人过于自谦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何大人既然这么爽快 本官实在难以出口 这样吧 我还是让手下伺候众伟大人吧 勤贼先勤忙 正 按我牢房规矩 凡新来者一例重责四十军贵 以松其筋骨折其威风 我看你还真改都行 这 这 这 请袁大人 请袁大人